1月7日,中国传统的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今天可爱叫做杨晨霖应某杂志G1 特地前往摄影棚拍摄新春贺卡 在被问及以前是否有写贺卡的习惯时 杨晨霖表示以往在新年期间 她都会写一些贺卡给公司的同事们 祝他们新春愉快 并将在本周日的签唱会议上 准备100张贺卡赠送给歌迷们 我有习惯写卡片,没错 就是在新年的时候会给公司的一些同事们 然后今年拍这个贺卡蛮特别的 因为我在这个星期天1月11号就台北的签唱会 我会非常特别的发送100张贺卡 给前100名的歌迷朋友 而且是我自己亲手写的东西 有传日前陈寗在参加一个内地节目录像时耍大牌 对此陈寗解释说 可能是因为当时不清楚节目制作流程 所以在还没访问完便被制作单位带离前往进行节目彩排 所以才会导致误会的产生 我觉得那一趟去内地的行程 其实基本上都非常充实 而且跟媒体的关系也非常好 偏偏只有那一次 就是上过那么多个十几个节目 几十个节目来 就只有那个节目讲 我想这中间一定是有误会